61岁综艺天王 吴宗宪出道40年 主持过无数节目 而他也不时出现惊人的言论和举动 举手投足都充满话题性 近日他受邀上脱口秀节目 贺龙夜夜秀时 就突然抛出震撼弹 宣布要开告别演唱会 同时曝光遗产规划 竟没有儿子陆西派的 引起外界震惊 据中时新闻报道 贺龙夜夜秀的主持人贺龙 先前因邀王治安 结果被指涉有歧视身障人士嫌疑 深陷舆论风波 对此这次吴宗宪上节目就表示 自己能在演艺圈白手起家 并且走红40年的原因 就是因为二个字善良 感慨提到自己一生都被外界善笑 而贺龙遇到的和他相比较为乎其为 大不了节目停了再开一个马 要对方不用担心 而节目的助理主持 务必先前听到王治安的发言后 拍手大笑的模样同样遭到外界批评 吴宗宪这次上节目 则亏务必向一位名歌手失笑容 大玩谐音梗 失去笑容 让务必当场尴尬苦笑 吴宗宪就安慰 该笑的时候还是要笑 接着吴宗宪也坦言 自己年纪大了 其实一直在筹备告别演唱会 我是白手起家的人 到最后不管你们要不要来 我都要开这个演唱会 不仅如此 吴宗宪也开始准备深厚事 至于财产会如何规划 他提到 自己会将大部分财产捐出来 剩下则分成三份给三个女儿 至于儿子路西派 吴宗宪则则很亏 等待DNA报告出来再说 事实上 吴宗宪先前在节目 小明星大跟班 就曾表示遗产分配问题 当时资深艺人李亚萍 称赞儿子于祥全越来越懂事 没什么大事瞒他 吴宗宪就开玩笑说 于家就他一个男的 家里一些遗产要慢慢过好 李亚萍听得霸气的回呛 露西派也等着 不过吴山儒则立刻接话 哪里轮得到他啊 吴宗宪也赶紧澄清 我通通分给三个姐姐 女人可不好惹 别人赶紧到这个阶段了 我还找到这些货山之旅 我们去这些货山之旅 他也将会放开玩笑 外国 Sonia 我们去扫啦 这些货山之旅 二川的小迷子 我嘴没想到这些货山之旅